Duffy Duffy Duffy,加油 別讓我失望哦 Duffy 加油 Duffy Duffy,Duffy Du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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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陣被迷惑耶 第一組紀錄就這麼好啊 Duffy 你怎麼認識他的 Duffy對不對 對 他是我從那個 美國帶回來的 所以他聽英文是不是 都可以 他都可以 雙語 雙語 他高材生 那如果說從 美國帶回來的 要辦一些什麼樣的手續 其實滿麻煩的 是不是 而且有可能 萬一有一個什麼檢驗沒過 就不行 就要被遣返嗎 也不說遣返 你一定要等180天後 他才會讓你有資格可以回到 那這180天在哪裡等 就是在美國等 然後你要先辦好所有任何 美國在哪裡 就你自己家啊 什麼之類的 對 那運費是要秤重嗎 買機票 就是一個人的機票 對 可以做商務艙這樣子 也不算 它是那種恆溫艙的概念 好放蟲喔 對 那你都不怕就是 這麼長途的飛行 會影響到他的 會啊 也是會擔心 但是因為人要回台灣 所以對 因為擔心他會有陰影 因為其實像我剛才說 在車上 他都會亂叫 就是在封閉的空間 他就會比較害怕 對 但是剛才做實驗 好像沒有對 對 我們剛剛載過來的時候 還滿穩定的 他痊癒了 剛剛在車上他沒有叫 然後他一直看窗外 然後他直接睡著 對 他直接睡著 你們的車有航溫對不對 我覺得是你們兩個的問題 不是豆腐的問題 太重了是不是 對 有可能 心妮姐的意思是 我們在他 他才敢鬧 對 對 然後有可能就是 兩位要好好的去 對 吃一下 豆腐吃的營養品 因為他豆腐 我剛剛看 他好像對食物沒有什麼 沒有興趣耶 他很沉穩 很冷靜 對 對 你自己好像也懷疑 因為他主要是 他的食物 我們都是自己做的 對 所以他熟悉那個香味 他聞得到健康 他就不太吃 這個我們也不清楚為什麼 你把他追養壞了 對 所以我們自己有做先食 叫做貓骸鋪的一個品 是有在販售 對 所以他聞得出來 就是有化學加工 或者是你知道嗎 比較天然的 對 他這一方面 可能比較敏感一點 對 有可能 不要這樣子 你們這樣聽的Bella很 就是 很開心 難怪她轉頭了 Bella剛剛出場 又立在那邊 臭屁了個半天對不對 媽媽知道你不能 而且Bella是今天現場 押 聰明的 就是押注對不對 下那個注 押注最高的 真的假的 他不是排行第一名 對啊 他是上上最高的 他有12歲的指甲 對不起 他是 不要這樣子這樣 超高的 他好像很高的 他還是今天來 知道有免費的 他幫媽媽審解 幫媽媽審量 他幾歲 他其實也四歲半年 他醜飯 怎麼那麼小隻 他是女生 像邊境的話 他公的跟母的體型 就有差大概5到10公斤左右 所以這一隻呢 那麼就一倍 我真的平常沒有虐待他 他這麼小隻 不是因為我在控制他的體重 他真的算小隻 對啊 對 他很小隻 有可能是他的毛 就還沒有炸起來 需要多餵一些 別蛋粉之類的 因為問隔壁 他炸成這樣子 對啊 他不知道是吃什麼 他好炸 煎食之外 對啊 煎食 然後我們自己煮 基本上都是自己烹飪 零食都不給他吃 會 零食會 對 就很偶爾 希望他可以聽話 或者是做一些教訓的時候 對 但是他洗澡整個毛 整個縮掉的時候 很瘦 就跟他差不多了 真的喔 差那麼多 他大概1 2的體型 都是靠毛在撐的 那洗澡還變土狗 白色土狗 對 白色土狗 白色土狗 吹乾不就要很久 很久 洗很久 吹乾也都要時間 三個小時 而且你看你現在的褲子上面 幾乎都是白色 他剛剛坐我們車 那全部都是他的 愛人在家 因為他也是在美國 都是自己洗 後來到了美國 回來台灣之後 有金主了 所以就送出去洗 對 對 說姓羅的金主 對 羅金主 好 其實算是一隻很貼心的狗 我們在家難免會撞傷 或者是撞到衣櫃 什麼東西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會喊痛 對 然後他就會過來舔 對 還是有好吃的 還是有流血的 鮮鮮的 鮮鮮的 對 有味道 這家人很奇怪 應該是家具什麼 都是狗 寵物 撞壞了 或者是那種 就都是人 反而是我們叫魯莽 我們會撞到 他都完美的避開這樣 然後反而我們撞到 他就會過來舔我們 看你們有沒有事 反而是好像在笑我們 那麼笨 對 辛苦 大家不要笑 你是叫凱伯來表演猜疑 對 凱伯 正 正 你過來 GO 阿比 坐下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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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不行 OK 斜眼看看 坐下 好 來 來 發 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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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手好渴 唉唷 好可愛 好可愛 她很會接食物 她接得很好 我們站遠一點 我們站遠一點 等一下 等一下 再一個 佑莉你趕快叫她來看 她接著 她在學校 你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她去 辛苦了 好 已經不是美食的範疇 只要是食物 她全部都願意吃 就像是 對 就像是 牛小排 對 牛類的她最愛 一定要和牛 一定要和牛 對 和牛 我們先來讓他們暖身一下 這樣的 慢慢 慢慢的 讓他們感受一下 目前達比完全不為所動 對啊 他要穿得很動 頭皮現在非常的穩定 經過了 經過了 現在在她的面前 秀了一下 你看 不聞所動 來囉 所以 有了 有 有點瘦條看上去了 但是我們跟Oryo怎麼進場了嗎 Oryo 不行 Oryo冷靜點 Oryo 你不行 你是下一位選手 對 好 你有把握 我們進第二回合了 你有把握就請你離場 停 停 單獨了 好可愛喔 Doby NO Doby Doby 你可以享用了 Do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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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真的令我們最頭痛 因為我們都很喜歡 帶他出去玩 但他只要一上車 他就會不停的狂叫 一直到我們的目的地 他才會停止他的狂叫 然後我們在想 是不是因為他是從 跟美國運回來的 所以他在飛機上面 是有被 自己一個人 關在一個空間裡面 所以可能 長時間自己 會有一個陰影 對 怕我們把他丟掉 對 他可以開 車子對於狗狗來說 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 因為上下可能會晃來晃去 或是有煞車 聲音各種原因 都會讓狗狗產生恐懼 曾經在車上被嚇過 這種嚇到的感覺 就會讓狗狗對車子心生害怕 所以建議在狗狗四個月 社會化黃金期以前 要先帶他去認識車子 但如果已經是成年狗狗的話 可以透過籠內訓練的方式 把籠子放在地上 門打開或是拆掉 狗狗只要在附近走來走去 就獎勵他 讓他喜歡待在籠子裡 進一步關上籠子 直到他覺得籠子是他的安全屋 當他累了 害怕時 會想進到籠子裡 再把籠子搬到車上 可希妳在看什麼 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趨勢啊 哇 這什麼APP啊 這麼多影片可以看 你居然不知道 女人我最大的APP 推出最新功能 幫你們精選最實用的短影片 不管是時尚趨勢 女人的生活 甚至連星座分析的影片 都可以在裡面看到喔 哇 那我趕快下載 來 這個這個 好 這個嗎 對 女人我最大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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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